人口老化、体育长者服务需求因切 是现今香港社会面对的问题 北区也不例外 女青年会扎根在北区超过19年 我们特别关注到北区长者需要 和护老者照顾的压力 同时我们也见到社会上有很多有心人士 愿意出心出力改善他们的生活 新创建集团十分重视企业社会责任 我们透过不同的途径 包括新创建的企业移工队 和我们的慈善基金 去帮助社会上有需要的人士 2013年是集团上市十周年几年 我们希望以更有意义的方式去回贵社会 所以很高兴能够和女青年会合作 成立新创建清建方 配合福康巴士服务 和一项名为创建其乐的义工计划 为北区的长者提供一站式的护理服务 搭借他们多年来辛勤努力 为香港作出的共演 多年来女青年会都非常认同 跨界别合作的重要性 今次我们很荣幸得到新创建集团的支持 设立清建方Ycare 清建方Ycare是一家为长者提供原备 和优质服务的社会企业 建基于可以持续发展的理念 藉着结合企业和社会服务机构两者的强项 我们可以以独特和创新的合作模式 回应社会的需要 为北区的长者建立全方位的健康生活 提升长者健康和独立自主的能力 让我们攜手 共同创建和系共用 充满爱心的社会 在女青年会和新创建集团共同努力之下 新中心命名为新创建清建方Ycare 如意长者保持长清活力 身心健康 中心以全方位健康生活为服务理念 为长者提供舒适和具治疗效果的服务环境 特色服务包括 怀疚治疗 运用北区旧式街景和适逸香港面貌 为长者提供怀面治疗 维持认知能力和简单女暴退化 怀疚茶居 长者三五知己一起喝茶、聊聊天 分享生活点滴之外 也有助扩阔社交生活 健脑及认知训练 训练包括电脑认知训练 小组和个别健脑活动 帮助长者减硬自力衰退 促进人制关系 生活功能提升训练 模仪家居生活 促进长者自我照顾能力 也可以减轻护老者的照顾压力 福康训练 透过物理治疗、福康运动、痛症舒缓治疗 刚刚上星期我跟她连接写字 她可以坐在这里写了自己的名字 写了四十五分钟 完全没有离开自己的座位 我这方面觉得她的进度非常大 除了我奶奶之外 我老爷也是一个长期病患者 工人姐姐同时要照顾两位老人家 其实也很吃力 自从我奶奶来中心之后 工人姐姐就可以比较专注 和多些时间去照顾我的老爷 而我老爷也多了一个空间 去调色她自己的身体 我很感谢女青年会 能够提供这个服务给我们 Inspiring Wellbeing 为你剃造全方位健康生活 是我们服务宗旨 让我们一起努力 攜手同心 为长者塑造封城晚年